哈喽,大家好,我是淡豪雅 今天我们就来谈马来西亚大学的 Confession Page Yuda Confession Tasi Confession 当然还有许多大学的Confession 像是UM Confession XMU Confession Malaysia 那到底什么是Confession Page呢? 随着科技与时代的改变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 大家也开始向往言论自由 Confession Page呢 是一个可以让在级 或者是已经毕业的大学生 在里面匿名投稿 发表言论的专业 Confession都缠绕这三个基本的话题 那就是 学业,爱情,室友 这个科技OK吗? 是一个美女多吗? 带出来,带出来 暗恋事件,小山事件 室友很暗脏 玩游戏太吵 拿飞机,啪啪啪 偶尔呢 也会有一些比较离奇 充满爆炸性的投稿 For example 曾经在网路上被疯传 被大家风靡一阵的 米罗事件 还有 假姐妹开心记 由于故事内容太过精彩 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力 让人怀疑 它到底是真还是假 哎呀,管它是真是假 反正大家只是臭臭热闹 吃吃爆米花 只要你够创意 够奇葩 够好笑就可以了啦 我本身是一名拉曼生 也是有follow一些 以中文为主的大学conversion page 其实我觉得 conversion page的每个投稿 都是艺术品 都是学生花了许多心思 精心设计包装 绞尽脑子创作出来的艺术品 这些艺术品开拓了我的视野 丰富了我的脑袋 让我整天在想一些奇奇怪怪有的没的 就这样我在TARC游戏读了两年 晃晃五五 早上看 晚上看 睡觉也看 没有钱吃宵夜就看TARC COMPASION 看了慢慢看 没得吃就看到饱 我就这样看了两年 还拿到了Top Fan 这很厉害 好,如果你是拉曼生 那你应该知道最近TARC COMPASION 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没错 就是最近很红的 从我入学到现在 我大概回顾一下TARC COMPASION 经历了什么事件 在我印象中一开始就是很普通的PV 一等华式事件 然后就有 正男友 正女友的 牵红线的贴纸哦 接着就 打劫事件 前阵子又有 money drop 事件 我印象中就是这些罢了啦 如果有什么更加奇怪的 应该是我忘记了啦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补充一下 让大家回顾一下 TARC COMPASION的点点滴滴哦 至于为何会有这个 吐槽威伤事件呢 我个人认为 早前出现了一篇 大马女子列出 八个退出威伤原因的贴纸 而开始了 CMPASION也开始了许多 吐槽威伤令人厌恶的行为 吐槽威伤产品 可以在里面看到 各种各样的产品review 收声教学 来自四面八方的评论与看法 讲来讲气吵来吵去 哎 我看到都压力了 那天看到都会传 太多了 以前那 充满曲者离奇狗血故事的 TARC COMPASION 到底是哪里去了 TARC COMPASION还给我 我相信很多做网卖 或者是做威伤的朋友 看到类似的贴纸呢 心情一定是 因为很多贴纸都讲到 威伤是坏人 是骗子这样子 想要打包不平 可是怕评论了 等下被人家说回来 但是 没关系 非常好 今天你看到我拍这部影片 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 我扮豪羊 没有要帮威伤讲任何的话 哎呀 其实聪明的人都知道 凡事都有好与坏 就像有些咖啡店 你可以在里面喝茶 吹水 大声做酒酒 可是就有一些咖啡店 就搞得好像图书馆 Libranium 一点点不可以讲话 吃完就趕快走 那种不只是打个比方罢了 没有针对任何人 人类嘛 都是几仇的 只会拿不好的事情出来讲 好事咧 还是少搬出来讲的 我没有骗你 举个例子 就像是每个产品的效果 都是因人而异 有人用了觉得好 有人用了觉得不好 那些用了没有效果的人 就大量吐槽出来讲 不好不好不好 圣童感受的人呢 就表示这时想 费呗啦 但是 如果有人用了觉得好 想要打包不平 一定会有人出来 屌他的 是不是收了多少钱呢 打广告 啊 诶 你们是一伙的是吗 有些刚开始接触网卖 或者是微商的朋友 你们看到了类似的贴纸 会不会感到很恐惧 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 做错选择 让大家反感 你的社交媒体 开始没有人敢赖你的状态 也没有人敢恢复你的信息 是不是 这样就让到你变得没有信心了 那我就要跟你分享一下咯 你看我 哎 做生意之前 做生意之后的差别 哎呀 其实这种东西 我们不用太在意的 有时候呢 就是要牺牲一些好的事情 有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牺牲一些事情 来换取一些事情 好的 离开微商的话题 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讲了 你看看我轻轻看他老回 我这部影片最想表达的讯息就是 数大招工 有名有利的人 一旦做错事情 就会被放大指责 并且身边无辜的人 都会受牵连 阳击齿鱼 我不是叫你无视别人的看法 我行我素 自我骄傲这种感觉 而是想要提醒大家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请想一想 替别人着想 来顾及别人的感受 为双方呢 建立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不要对他人造成伤害 到最后呢 自己也会受到伤害 好的 今天的影片大概是这样子啦 不知大家和微商 有没有过什么特殊的经历 还是什么有趣的故事 你对微商的印象 是好 是坏 还是保持中立 你对吐槽微商这件事 又秉持着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的想法 你的看法 或者是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喜欢我类似的影片的话 请大家麻烦点个赞 或者是分享更多人看 同时呢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 我是大豪雅 我们下次见 出一天啊 几半空啊 熬射还有讲话 哇里阿伟 拜拜 了解冲射 他说会有什么都会有点不错的